唯有高手才谈得上乘胜追击 对于侥幸的人 幸运之神的眷顾不会太久的 高手在股市中之所以能谈得上乘胜追击 是因为他们对趋势和行情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相比之下那些依靠运气取胜的投资人 往往只会取得暂时的成功 或许幸运之神的眷顾了他们一两次 但这种好运并不会持续太久 因此 投资人需要学会在运气好的时候放慢脚步 并珍惜这份幸运不要过度自信操作 在股市中 高手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沉顺追击 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稳健的投资理念和行动计划 能够在市场步动中保持冷静和理性 投资者应该学会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并且保持谦卑和坚韧的态度 成功不是仅仅依靠意识的运气 而是需要通过持续地学习和成长来实现的